另外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任期内斥资六百万元 在台北通APP里头建制了网路缠情电话的功能 但是遭到议员质疑成效很差 每个月只有一千多人使用 而且说要节省电话费支出也不如预期 对此蒋万安说当时是为了省钱 但是有没有真的达到省钱目的呢 未来一切会交由议会进行检视 换上一身竞装跳上铁马 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领旗 延续前市长柯文哲也推广过的自由车比赛 不过近期却有一人认为 有些前朝政绩随着改朝换代应该走入历史 打开台北通APP里头有上1999网路电话功能 这是2002年台北市在前市长柯文哲任内 斥资六百万元设置的 希望可以节省电话费 直播根据统计是否去年每月 接到3.4万件投诉案 用台北通打的网路电话只有1370件 占整体的4% 全年节省电话费只有5.9万元 前朝政策被议员炮轰 成效不佳 六百万建制 一年只省了5.9万的电话费 这推动的原因很较符合民意 是否有达到省钱的目的 我想议会就会要来检视 柯市府留下的网路电话 到底有没有省到钱 未来将交由议会审查 不过蔣市府也还原留下网路电话的考量 希望打造台北成为一个任性城市 就是网路电话它是一个备源方案 防灾的通讯上它多一个管道 人家可以用网路直接对我们做通报 灾情通报 而柯文哲面对批评他认为网路电话是未来趋势 只看出其成效来做评断研制过早 一年的成绩大家不用太在意 因为网路还是趋势 主打省钱的网路版1999 如今效果被打上问号 前交政策现在的蔣市府滚动检讨 记者商人方号与台北采访不到